本期话题 男人小便有泡沫是怎么回事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秘尿外科主任医师 小便出现泡沫的话 我们说有两种情况 一种我们属于生理性的 比如说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代谢的问题 比如我们碱性或者酸性的食物过多了 那么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会出现泡沫 那么还有一种我们叫病理性的 病理性的话就是尿里面有蛋白的时候 那么我们出现泡沫 一般简单来说 如果说生理性的 一般泡沫的话 它就很容易就是消失 如果病理性的话 泡沫可能会更长时间不容易消失 那么我们最简单的方式 你到医院里面做一个尿常规的检查 如果尿常规是正常的 那么的话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如果尿常规里面有尿蛋白 需要到肾内科就诊 找出我们形成蛋白的原因 感谢您的观看 大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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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刀